《法剧经》是一部寄宋集 内容也出自阿涵 多为世尊所说 通常四到六句一篇 在中文地区 绝大多数人都比较陌生 但在南传地区流传很广 事到目前为止 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经典 也许现在还保存古本最多的经典 今天我另外新开一个《法剧经》系列 内容出自《巴黎本法剧经》和《北传法剧经》 白话翻译基本昌抗黄宝生老师的翻译 大家好,我是你好阿涵 只跟您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 可以解忧,我有阿涵 《法剧的古本》中有汉语本、巴黎诞语本 尖陀罗本、战语本、兔火罗语本 《北传》中还有根据《法剧》 在几百年后衍生的《出药经》和《法剧辟语经》 这两本基本就是西游记了 主要是根据《法剧》而演绎的神话小故事 虽然说是经,其实应该说是无问自说经 也叫优陀纳 是世尊独自吟唱的内容 《法剧》的内容简短精炼 但意味深长,难难上口 双品 这一品都是正反两句 形成一对 诸法皆由心造成 心为先驱和主导 心怀恶意说何做 痛苦就会追随他 如同车辆随牛足 诸法皆由心造成 心为先驱和主导 心怀善意说何做 幸福就会追随他 如同影子不离生 在这个时代 人们都追求捷径 升值要捷径 股票求代码 创业找靠商 做视频 做网红 直接照抄 没有利润之上的追求 没有独立思考 没有自主创意 没有经营愿景 一切只是随波逐流 把开源项目包装一下 就成为自主研发 遥遥领先 那边喊爱国 哦 大家都冲过去了 这边喊自由 哦 大家又冲过来了 最终的结果 只是闽南于众人中 成为别人手里的韭菜 现在你可以由果来推因 观察你的当下 是痛苦多还是幸福多 如果是幸福多 那恭喜你 至少说明 你还是常常心怀善意的 如果是痛苦多 那你要注意了 你有什么态度 什么观念 造成你目前的状况 这并不容易 既然是那些 抢劫杀人犯 既然是拉登 既然是暗示中乱搞的教主们 都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正义的 是被冤枉的 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 但你是痛苦的 还是幸福的 心里很清楚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自己 那些手握极权的独裁者 常常无法安睡 会从恶门中惊醒 如果你认为 你所做的都是正确的 那不可能造成 你目前的痛苦 必然在你自己身上 存在很多问题 把这些根源找到 并且改变 这才可能会有幸福的生活 诸法皆由心造成 心为先驱和主导 心怀恶意说合作 痛苦就会追随他 如同车辆随牛族 诸法皆由心造成 心为先驱和主导 心怀善意说合作 幸福就会追随他 如同影子不离身 他骂我 他打我 打败我 掠夺我 若对此耿耿于怀 怨恨不会平息 他骂我 他打我 打败我 掠夺我 对此不耿耿于怀 怨恨就会平息 当年韩山问时德 世间伴我 欺我 如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恶心我 骗我 怎么办呀 诗的回答 只是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这是总体的原则 世尊对于绝大多数批评 都是这样解决的 但也有例外 比如提普达多分裂僧团 还有几位其他中派的踢卦 世尊也会争奋相对 强势回队 要注意哦 有些人 要回避他 不理他 不要再想着拯救他 不要用热脸贴人屁股 我在讲解的过程中 也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批评 有些有道理的 的确是我的错误 我会接受和改正 同时也会遇到无理由的批评 问候我的祖先 对这样的人 大多数都不用理睬 再待几年 且看他们 他骂我 他打我 打败我 掠夺我 若对此耿耿于怀 怨恨不会平息 他骂我 他打我 打败我 掠夺我 对此不耿耿于怀 怨恨就会平息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和一解忧 唯有阿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